新鮮翠绿的高山高丽菜吸引许多民众购买 不过这里可不是市场 而是南港区务所举办的新春辉豪活动现场 区务所方面希望借此协助新竹县农油抢供过年商机 也方便民众选购新鲜优质的农特产品 今年新春辉豪我们就特别的选在过年前 在我们公所一楼板 最特别是我们还跟我们新竹五丰香的小农结合 让大家在过年前除了可以开开新一拿春联 然后也可以置办一些农产品 然后回家可以煮年菜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各区都有跟一些原乡 都有办城乡交流 那这些城乡我们就发现 五丰香的农特产品真的很特殊 然后农民都很努力 然后品质也很好 所以我们常常借用这个机会结合 也介绍给我们台北市的市民之道 除了有优质的农特产品与特色伴手里 由政大EMBA书法社过子宜老师率领多位书法名家 现场辉豪的春联更受民众喜爱 索取人潮不断 其中擅长书法的台北市议员吴市政 就把龙年谐音梗吉祥化写进春联里 有趣又淘气 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都很喜欢 先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那现在大家很会用谐音 这个什么好运龙来啦 然后还有龙战啦 那这些都很有创意的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写春联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就增加很多活泼气氛 这个是以前没有碰过的 所以这个能够结合传统跟这个年轻人的创意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我们写的又快又好 你看看 无意也写的啊 这个一定要写 谢谢谢谢 因为龙年嘛 然后就想说双关就龙战啦 这样子 战 还有龙好名啊 还有龙好名啊 喜喜洋洋的辉豪镇春联活动 让现场充满了龙龙的年味 南港区公所方面期盼 透过名家的笔墨 让民众欢喜迎接龙年的到来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